各位好 欢迎收听Radio Set 我是周杨 今天请我们第一首歌 分享来自于 X-MED Proportions 周末呢 老年人就应该给自己安排一些 适合老年人的活动 今天外出的目的呢 就是要去看一个展 看展嘛 当然不能只是一个人 啊 就我们两个啊 就我们两个啊 不是号称六个人吗 怎么就变成了双女约会了 没有啊 那个小朋友不是吗 我这样子是吗 对 你要这样 对 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今天来看的是直田正志的展 然后直田正志呢 是日本在这个战后 非常杰出的现实主义的摄影师 然后呢 今天我们有一个主线任务 跟做游戏一样有个主线任务 就是希望能从我们等会看的展当中的照片 挑出那么一两张 来向直田正志大师来致机 哈哈哈哈哈哈 就我们今天的一个大目的 是去找适合两个人能拍得出来的 适合两个人能拍得出来的 然后我们去copy一下 好的 然后看能不能成功 好吧 我们现在就进手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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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为什么这个 他一生拍了很多沙丘系列吗 嗯 因为这个他创作这个沙丘啊 就离他家大概步行只要五分钟 嗯 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我们北京的 就是张家口的天末 嗯 对 希望在张家口也能出一个直天正式 他会刻意让这些拍摄者们 知道镜头在对着他 嗯 就是他想去捕捉那个 他知道在被拍的那个状态 所以你看他拍的这些人像 就跟人物的状态 可能跟一些人物摄影所追求的风格还不太一样 不自然 对 他要的就是那个不自然 不自然 然后我们现在又看到一张我们可以参考的 可以致敬的作品 就是这张 这张 你看啊 他这就很有意思 他上下都是比较混乱的背景 然后中间还得有一个很干净的 对 白强 对 这样的一个狗 但其实我觉得 这张你可以模仿下 你模仿下来 你 你在墙旁边 不行 要把外面拖 我得要留这个 可以可以 太拼了吧 等下人家保安过来了 怎么办 不会的 保安又不够管了 蹲下来 蹲下来 平嘛 吃平 对对对对 好来 往那边砍 还往那边砍 嗯 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现在已经看完展了 看完展之后呢 我们小气一下 出来喝点咖啡 然后吃一个非常上流的 红丝绒蛋糕 红丝绒蛋糕 就是 然后我们挑了大概有三副作品吧 嗯 估计今天是搞不定了 嗯 我们就相约 哎 你看这是什么 哎 我们这里等会可以搞一个 这个就是个大白吧 先试一下 然后呢 还有 呃 雨伞 雨伞 面带面具的 面具 嗯 还有两个鞠躬的 对 我还蛮想挑战那个带面具的那一张 因为 那个要跳 那个要跳 而且要狐狸的面具 短裤 在冬天要穿 在冬天要穿短裤 哎 我们去三亚拍 也可以 可以吗 可以吗 我觉得差不多啊 我们现在来模仿的来知青的就是那张 两个人互相鞠躬那一张 我们决定就在这外面来试一试 看看能不能成功 好 第二次拍摄 刚才由于我鞠躬角度不是很完美 所以我们现在准备第二次 好我们现在今天已经看展结束了 并且 就在目的地原地已经进行了一张copy 感觉来说还是比较成功的 应该有个百分之一二十吧 对对对 我觉得有大吃的百分之一二十 就已经非常的不容易了 是 现在我们要分道扬镳 开始 哎 拜托一场 哎呦 拜托一场 看谁先到 好吧 在冬天正正的作品里面 面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 也许只有真正戴上面具之后 才知道在面具背后是什么样的感觉 面具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你可以选一个今天希望呈现给大家表情 然后戴上 面具又是个不好的东西 因为有时候可能 连你自己都不清楚 面具背后的你到底是什么样子 我们在接下来分享的这首作品 就和面具有关 这是来自于YMO Behind the Musk 因为上一次拍摄的时候天色渐晚 然后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景 其实在一个星期之后 我的头发也发生了变化 然后为这次拍摄呢 其实我们做了非常充足的准备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景 其实背后这个景色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沙丘 草丘 然后带有着坡度的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和之前正志的某些场景 比较接近 首先介绍一下重要道具 黑色短裤 黑色短裤是为了拍那个戴面具的小孩 是这一张帽子 以及面具 这个面具是非常洁净的 好 现在我们开始换裤子了 我要换裤子了 后面有个女人在看我 我是不知道这要拍半身以上 还是你觉得都可以 不不不不不不 不是很可以 看她戴上什么效果 有效果啊 没有啊 很好 还原度90% 真的吗 我碰一下 图啊 就是这两个腿啊 它得张开并且垂直 并不能往里凹 它是两个平行的张大一点 手握拳 来试奔一下 我们刚才已经完成了面具男 就是小胡诞生的那个 照片的拍摄 然后我们现在要完成下面一张 就戴帽子手拿书那个男人 就是算是 之前就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张作品 我们模特现在已经开始准备了 可以 你已经成功了20% 好来 呃 你的人往你的右边稍微旋转一点 想往后倒 再往后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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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再往后倒 好 ok nice 在值天正志的作品里面 经常会出现非常明显的分界线 而这些分界线 我做一个很荒谬的猜想 大概和它的面具的概念会很接近 因为当你出现在分界线的不同侧的时候 人物的状态甚至是光的比例 都会造成不一样的视觉的效果 我们在接下来分享到这首作品 是来自于日本非常知名的Jazz Hip Hop大师 Uyama Hiroto 分享到这首歌 所以 可能那个时候的创作就带更多的随机品 拍完之后 诶 这张名片 好啦 这期民间大师差不多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期为什么叫民间大师 现在已经有系列了吗 才两集你就有个系列 你也太假了 这期民间 下一期又是一个什么系列 这期叫民间大师 下一期是国粹精华 是吧 然后 然后 然后不知道下次我们去干嘛 再说吧 再说吧 我们看我们今天其实历时还是蛮快的 我们差不多一点到这边 一个多小时 一个多小时多一点 就完成了整个拍摄 对 效率还是很快 可以 成功 谢谢 感恩 感恩 再见 好 好不好 好 是的 ớ'